是鬼恒激发了你的魔性 即便是地狱魔君都不会那样伤害婉婉 除非你体妹的魔性被激发 导致现身是魔君被魔化的人格 前世就有两个人格 加上这一世的宁晨 他现在身体里等于住着三个人呢 鬼恒唤醒宁晨前世的意识到底要做什么 林秋秋挥手在宁晨体内布下一道封印 我已经封印了他体内的魔性 短时间内魔化的人格是不会再出现了 但随着时间推移 魔气越来越重 封印也会失去作用的 那怎么办 婉婉 宁晨 事已至此 我们还是回趟大凤山 让师父给主神汇报一下 请求主神的帮助 事情会有转机 我同意师兄的意见 邪修不除 留着终究是个祸害 宁晨 你说呢 我也没有意见 那是不宜迟 我们明天就出发吧 好 第二天 初晚晚宁晨和林之秋白锦墨四人回到大凤山 将整件事详细地告知了楚九 楚九立即请示了主神 神界中 正在和宁晨一起吃着葡萄的橱软软 收到了楚九的请求之后 不惊皱眉道 该来的终于要来了 他们几个已经在大风山了吗 唉 地狱魔君都轮回多少次了 还有这么重的魔星 我去问过千鸡便长老了 他只说了四个字 顺其自然是吧 这老头就没有别的话说了 当初地狱魔君冲破十八层地狱时 我便去问他 他也丢给我一句顺其自然 好了 我们去人间看看 万一他们真的解决不了 我们也好出手压制 好吧 除软软和宁晨身形一闪 便消失在神界之上 大风山上 宁晨小声地问道 婉婉 你说主神这么忙 他会不会为了我这件小事 专门下来一趟啊 祖师奶奶心系苍生 大爱无疆 他一定会来的 小丫头 你都把我喊懒了 天空中一个女人声音传来 众人纷纷惊讶地抬起头 虚空中打开一道门 主神和风都大地就缓缓飘落下来 众人愣神之际 楚婉婉已经走上前恭敬的俯身 向门弟子楚婉婉拜见祖师奶奶 楚婉婉轻轻一挥手 便将楚婉婉扶了起来 小丫头 叫什么祖师奶奶 把我都叫老了 楚婉婉笑得温柔 丝毫没有主神的架子 楚九向宁宣立即行礼 拜见帝君 不必多礼 宁晨和楚婉婉都是地府的人 仁君这次来也是为了他们 宁宣说完 对着楚婉婉和宁晨轻轻一挥手 两人身体微微一晃 另一股记忆瞬间涌入脑海 幽儿 地狱太冷 我怎舍得让你在这陪我受苦 阿絮 有你在 地狱不苦 幽儿放心 本君绝不会让任何神鬼伤你分毫 既然这地狱不容本君 那本君便带你去人间走一走 楚婉婉证然回神 心脏忽然一紧 她脸色微白 眼泪情依自禁地落下 宁晨伸手轻轻擦去楚婉婉的眼泪 婉婉 别哭 这一世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婉婉 你本是地狱幽怜中的一颗帘子转世 宁晨是地狱魔君转世 现在你们已经恢复记忆 力量也会跟着回归 届时 邪修便不再是你们的对手 只是她行踪隐秘 不好找到她 除非她自己愿意现身 那怎么样才能让她自己出来 邪修唯一的心结和执念便是后土娘娘 你的母亲言轻月就是后土娘娘转世 邪修爱而不得 恼羞成怒 最后到了你的母亲和父亲 所以想要引鬼横出现 就必须让后土娘娘出现 没错 只是后土娘娘已经再次转世 她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 她的家人不会同意她做这么危险的事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这里有一块神段木 这神段木是后土当年自己培育的 上面有她的气息 只要找一个了解后土的人将灵魂附着其上 模仿着后土的一举一动 就能让后土重现 这个能瞒过鬼横引她出来吗 应该可以 我不仔细分辨都分辨不出来 更何况是鬼横 东西有了 可这模仿的人呢 是啊 后土娘娘转世那么久了 了解她的人少之又少 更别说可以模仿她一举一动的了 其实吧 我有个人选 就是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谁啊 当然是你小莲子了 你本是后土娘娘的弟子 彼时受后土娘娘指点 至善至臣 为护地府与人间安宁来到地狱 帮助容续化解体内的模型 你跟着后土那么久 要模仿她应该不难 听到这话 命臣林之秋和白锦默都大吃一惊 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楚婉婉 而是楚婉婉现在毕竟还是个人 魂魄与肉体分离实在是危险 稍不小心就再也回不去身体里了 他们谁都不想让楚婉婉冒这个险 而婉婉也看出了他们的顾虑 连忙说道 你们三个别有顾虑 这件事我必须亲自参与 而且除了我也没有合适的人选了 不是吗 宁臣看着楚婉婉坚定的双眸 无奈地点头道 好 我们不阻止你去 但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首先就是你的安全问题 我的身体和灵魂分离后就不需要呼吸了 我完全可以让乌乌把我的身体放进玉佩里 玉佩本就是乌乌又是成长的壳 我的身体在里面会很安全 那既然你们都决定好了 什么时候开始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 神断幕就留给你们了 但是我提醒你们一句 他的灵魂在神断幕里面不可以寄宿太久 否则就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身体里了 谢谢祖师奶奶提醒 我们会注意的 除软软看着众人 和大家点头致意后 便和宁臣一起消失在虚空中